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3号星期一 美国有一个叫美日野兽的一个新闻网站 他3月21号报道 说白宫正在多个联邦机构间启动一项公关计划 要求官员们集中指责北京试图掩盖疫情 造成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 说在3月20号的时候 发给了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电报 说美国官员应该如何就有关新冠病毒的问题 或者讨论新冠病毒的话 发表了观点的指导 指导当中说 说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和北京的官员 有责任告诉他们的人民和全世界新冠病毒的危险 因为他们是最先知道疫情的 可是他们却对自己的人民隐瞒疫情信息长达数周 并打压发出警报的医生和记者 共产党在乎自己的声誉 多过在乎人民的生死 要求联邦政府的官员在对外发表简话时 指控中国将美国的防疫不力 说成中国的责任 美国和美国人民再次证明了 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美国已经准备好提供更多支援给中国 如果中国共产允许我们这么做的话 那么希拉里 希拉里克林顿 3月18号在推特上说 说川普总统正在向种族主义言论靠拢 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掩盖他未能及早认真对待新冠病毒 未能广泛提供检测 未能为美国应对危机 做好充分的准备 现在来讲就是一场舆论战 所有的我说了现在是三方来讲 川普他们这边是一对二 一个是所有的中国支持的这些网站 这些媒体全部都在指责美国总统川普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民主党的媒体 都在指责的川普 去年的时候我就说了 说只要当时我认为 只要布隆布尔克取得了胜利之后 初选差不多一有的结论之后 所有的中国和民主党就会迅速的靠拢 他们会联合起来 一起为了这次选举而来 当时没有想到疫情 当时不知道疫情的事情 当时我认为 就是说还是以中美贸易战来讲 中国我当时我认为 中国最后会翻脸 就是说所谓签的合约 根本就不算了 翻脸 然后反正开始指责川普 然后布隆布尔克他们在一起来 现在布隆布尔克已经退选了 现在是拜登他们民主党这边 希拉里希拉里奎顿等等 这些民主党的大佬们带头 还有CPLC查克舒默这些人 开始带头来一起结合中共的力量 一起来打击共和党 就是说要换一个 对中共更有力的美国总统 现在来讲这个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么在2020年的3月10号的时候 我们在会员专享视频里面发了一期 第1623期会员专享视频 题目是新冠疫情期间涉美宣传指导的 钢要的问答 在这里面涉及到的大量的 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 实际上从2月底3月初开始 中国已经开始准备要对美国发动这场的舆论战 当时但是我们说这点来讲 中国跟美国不一样 中国搞这个在私下搞 虽然以为报道出来了 但是就是说没有中国媒体报道 对吧 是我们底下得到了这些消息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来说就不好说 美国媒体就是美国媒体的无孔不入 对不对 只要白宫做了 他就能报道出来 这是一个问题 对吧 当时我记得我大概起讲过 对吧 就是你看 新冠疫情期间涉美宣传指导 钢要问答 对吧 但是毕竟还是未经证实小道消息 所以在这我们就不说了 好吧 美国这方面因为他们这叫什么 美日野兽网站爆出来了 所以我们说一下 中国那边 因为到现在没有中国官方的网站 爆出来 就是说中共内部 习近平他们在组织整个的舆论力量 来声讨川普 但是说实话 我也不认为 就是说我们在短期内能够看到 新闻联播 人民日报什么的报道 习近平私下里干的这些丑事 是吧 可能性也不大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这是一场舆论战 我知道很多的网友 很多中国人开始相信了中国政府的这些报道 相信美国已经乱套了 我今天看到了 还有消息说 说美国人民都在买枪 都在互相抢粮食 在强奸 在大面积的烧杀截掠 我目前在美国 我觉得美国还好 很多人给我们发来了慰问 从中国大陆 发来很多慰问 觉得我们被打死了 没有 马路上是不是已经互相枪战了 暂时还没有 那么相信这些的 我也没有办法 我知道肯定很多人都会相信 因为到现在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希望 没有共产党 中国就亡国了的人 还是很多的 对吧 我经常说 我以前说 我说有什么样子的人民 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有些人总跟我抬杠 说中国人民都觉醒了 现在只是迫于中共的淫威 不敢发作 实际上中国人民早就看透了中共的邪恶的嘴脸 事实情况你发现的 还是你死东哥说的对 现在还是中国来讲 中国人当中还是相信中国共产党 相信中国舆论宣传的人更多 今天还有人在跟我说 说你看你老替川普说话 你再替川普说话 我就没法看了 你这都不说的是事实 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这样 事实是你看到所有的中文媒体 因为中国有钱 他外宣力量非常大 有非常多的钱 现在整个的中文媒体都在跟着外宣走 你包括我们那时候说三体 说武汉说三体不是武汉实验室 是三体病毒实验室的时候 你也看到了 对吧 全面的所有的中文的 不管原来那些 你认为是在批评中共的媒体 全部都转向了 对不对 在那种危机的时刻 所有人都在攻击我们 我们也是迅速的就断尾求生了 对吧 所以你就能明白这么一个情况 对吧 最终现在事实证明了 中国人还是相信中国政府的这种宣传的 比较多 这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我觉得这么说 就是说 但是所有在私下里私信跟我探讨这些事情的 我就是说你要小心 你不要跟我扯 没有用的 有人跟我说什么 你再这样 我就不看了 我就拜拜 我说你现在就拜拜 道一生再见 珍重 好吧 你现在就可以撤了 我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我要坚信我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因为我现在生活在美国 超市里的真实情况 我也给你们发了 你们要是哪天感兴趣 哪天我老婆在去超市 再给你们录一下 超市没有问题 马路上也没有枪战 也没有被人打死 也没有被强奸 这是现在还好得很 没有中国媒体上说的就是那么糟糕 当然中国媒体也不是光说中国 对吧 说哪儿都一样 是吧 当然其他地方 因为枪支没有那么泛滥 所以就没有说爆发了枪战 都是爆发了骚乱 中国人在哪都不容易 现在所有的中国人 就是100万一张的飞机票 也愿意买 也要回国 也要回中国 全世界就中国最安全 反正等等等等的 宣传 相信这些舆论宣传的人 你可以相信 我还是那个话 我不说服你 你也别来说服我 好吧 咱们互相别影响 然后不要来对我进行任何的威胁 一定要小心 我因为人太多 我若是屏蔽的时候 速度特别快 可能一念一眨眼 就屏蔽了一下 就屏蔽了之后 你不要来找我 说你看你屏蔽了 你刚好就说了一句 你屏 对吧 别 费劲 你知道吗 大家就费劲 所以说话小心 你可以相信 你所愿也相信的 你不要来影响我就行 我还是这句话 我不是因为 我昨天已经说了 川普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肯定说他做的不对 我绝对不是 我是支持川普当总统 但是我绝对不会 因为支持川普当总统来 还就是说违心的说瞎话 川普做的不对 就是不对 做的好吗 不够好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挫子里边拔将军 在全世界的领导人来讲 川普是做的最好的 你不信 你看看什么日本 法国 韩国 是吧 都非常糟糕 对不对 也除了金正恩以外 基本上就是川普了 对吧 有人跟我说 普京做的也不错 但是相对来讲 我觉得普京比川普都还慢一点 俄罗斯那边 他是民间比较狠的 其实以前有那个报道 我就没有说过 有一个中国人在俄罗斯 然后被确诊了 然后出来第二天 就被俄罗斯民众就弄死了 对吧 就割喉就弄死了 这些东西我都不愿意说 俄罗斯那边排华的情绪非常严重 但是我不愿意说 这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都相信我们中国之间友情 老婆可分 俄罗斯人民和中国人民 是互相欣赏 互相爱护的 但是现实情况 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 但是不过当然了 就因为中国媒体 大肆的在宣传和报道 我不能说 它的每一个报道和谎言 我都要去揭穿 对吧 累死我了 对不对 因为说实在人民日报说过真话 它除了时间地点 人物是真的 剩下还有真的 对不对 有人经常拿什么人民日报 还有什么百度辟谣 我都来给我看 我都乐了 我要给他们辟谣的话 就累死我了 是不是 我就别干别的了 对不对 所以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一场的舆论战 当然了 我知道 就是说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 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美国人一直就想害死中国人 先把中国人都宰了 把中国地盘都抢了 每个中国人都是多多少少的 从小都接受了这种教育 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的这种教育 所以大家就特别容易相信 这个东西 但是这还是这句话 是你们的事 不要来影响我 好吧 因为我了解的历史 跟你们了解的不太一样 从二战以来 美国对我们还是不错的 猫着良心说 是吧 加拿大对我们也很好 当然了 这一次加拿大也被我们攻击的很惨 尤其孟晚舟之后 但是实际上加拿大 美国对中国真的还都是很好的 这个来讲 你如果了解真实情况 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 不过所有那些事 我也不愿意再多讲一遍了 没有用 你知道吗 就是说整个的 我还是这句话 就是说当你翻墙出来之后 你基本上 可以说整个中国的近代史 都要从学一遍 好吧 目前中美这场舆论大战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媒体人 讲在中间也是很艰难 但是我必须要坚持我自己的立场 说真话 说实话 说事实 好吧 如果你一定要认为 就是说 我这好像用各种隔音 那人挡着 我要不挡着 外面都是跟放枪跟放鞭炮似的 好吧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好吧 那就这么个情况 好吧 谢谢大家